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渊 今天是2019年的5月15号 破空老师啊 是我们海外政论界的一盏明灯了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本来是那个破空老师政论节目的一个非常忠实的观众 那么爆料之后呢 我本来想哈 就是郭骗子爆料了 因为在第一时间呢 郭骗子就骂了破空老师 然后呢 我想看看破空老师怎么把他骂回去 结果后来发现呢 破空老师没骂 没骂也没有关系了 肯定有破空老师的策略 所以后来呢 我就后来就看的就少了 那主要呢 我自己有一个小打算 就是破空老师如果怎么把郭文贵给骂回去 因为他这个水平高嘛 一骂呢 我们就一葫芦吧画瓢 来个东施笑评 然后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破空老师在后面呢 把揭露那个郭文贵啊 把郭文贵这个底裤啊 哎呀 就是就就那就那就场面就壮观了 是吧 后来就没有呢 就看了少了 嗯 但是呢 今天早晨呢 那破空老师的政论节目影响力大嘛 就好多人都说呢 说是孟晚舟要跑了 要准备挖地道 我说有这事儿 他说那破空老师说 哇地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哦 原来呢 就是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5月11号 我本来要去的 就是那孟晚舟不是向法庭申请吗 要从原来住的那个600万豪宅呢 搬到他现在那个 1500万左右的那个豪宅里面 那么这个豪宅呢 这之前呢 我也报道过两次啊 在那里可能有个三次吧 反正情况还算还算知道 后来我就把破空老师的做的视频 我看了一下 那么破空老师呢 在最后说呢 就是建议我们温哥华的那些有正义感的民众呢 像加拿大有关部门的举报啊 就是揭露呢 就是那个可能啊 孟晚舟在他新造的那个房子的下边呢 铺了一个地道 挖了一个地道 因为他那个房子呢 离温哥华的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呢 差不多450米的直线距离 我听到这里呢 我就我觉得这个举报不能干啊 因为这个就是去呢 就是变成一笑话了 因为破空要我们去啊 就是要想去加拿大政府机会就反应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价值 然后呢 我得稍稍得说一下 因为不然的话别到是孟晚舟跑了 我们没有举报啊 破空老师又说了啊 这个东西知情不报 这有问题啊 关于那个孟晚舟那栋房子呢 是16年的时候啊 贷款1500万左右买的 那当时房子本身价格也就是那么多了啊 那不过现在他已经房子的钱已经还了 只剩下500万左右 等于就是1000万左右就还了 不过这个房子呢 是现在是没有1500万了 现在只有1350万左右政府估价 那么他旁边的那栋房子啊 旁边有栋房子在卖啊 差不多就1200万左右 那么当然那个房子比他要小一点 而且旧一点 那差不多就是这个钱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说那个挖地道 那破空当然他是有很多的理由了 说是那个以前共产党也有挖地道的一个传统啊 北韩呢 他们曾经也准备挖地道啊 对南韩呢 进行突然攻击 那后来呢 被一个叛逃的将军啊 叛逃的士兵啊 举报之后呢 后来就把这个阴谋就给揭露了 但是孟晚舟这个地道呢 我觉得破空老师的想象力还是稍微大了一些 因为以前呢 破空老师老是说兵变啊 政变啊 那么这个那个的呢 我觉得这个都在理了 我其实还蛮喜欢破空老师的这种叙述的这种风格了啊 但是孟晚舟这件事情要我们去向美国有关部门的反应呢 这件事情呢 我要稍稍常常反调啊 如果不要去啊 我们去举报去反应的话呢 我就不做这个视频了 呃 我给你一点熟悉 挖地道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班门弄斧了啊 今天班门弄斧了 就是挖地道首先呢 我们说450米的地道 这挖起来好像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了啊 而且极其容易被周围的居民或者是施工者所发现 如果你要拿大型的这种采掘机下去搞呢 那机器运过来的时候也是很难不被啊 这个发现的 而且呢 确实呢就挖了以后 这个土方什么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这不是一车两车这个就会运走的是吧 所以我们先从难移的这个程度上来讲呢 这个挖450米的这种地道的这种可能性 我想孟晚舟不会不会搞啊 不会搞 因为工作量太大 那么第二呢 孟晚舟到中领馆区要不要挖地道 我看不需要 他即便带上了那个什么探测器啊 脚料啊 电子脚料 都不妨碍他 在任何时间 去中国领事馆 他散步啊 溜溜狗 溜溜人啊 都能够溜到中领馆 那么这个中领馆 他只要过一条马路 大约 步行的时间在十分钟之内 因为他的直线距离是450米 但是他如果要通过这个 马路走过去呢 差不多 我觉得应该是在650米到700米上下 不足一公里 那么进入中国领事馆 那就太容易了 你不要说电子脚料 你就是 你就是带着那个 重刑犯的那个铁的那个脚料 要进中领馆 好像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中领馆大家也知道 我们也经常去的啊 一年嘛 都要去个七八回都不止 那个地形我们也都熟悉 当然了 前提是 你跟中领馆要有一个内线 他得把门打开啊 他的门长期是关闭的嘛 而且呢 中领馆有两个门 一个呢 是经常抗议啊 示威一个门 还有一个侧门 那个侧门走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呢 一般呢 人家还以为不是中领馆 因为他没有牌子 他是一个侧门 那要跑进去嘛 像孟晚舟从家里溜溜溜溜溜到啊 这个侧门那里 然后一个撒腿 十秒钟就进去了 非常容易 分分钟的事情 那还要花那么大功夫 四百五十米的那个地道挖过去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这完全是 完全是笑话的事情嘛 这个还叫我们去举报 我们怎么举报啊 一举报 就变成是一个笑话了 那么第三呢 这个挖地道这件事情呢 因为你这个挖的过程当中嘛 你总归会有一些深响的嘛 那经过那个都是居民区的时候 就难免啊 我觉得啊 难免 正好被人听到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当然有啊 有些可能是有地库的 如果你这个隧道挖过去 正好挖到它底下的时候 忽然听到里面有声音啊 那肯定举报的嘛 一拿一个准啊 是吧 那么再有呢 我觉得 这孟晚舟与其说是要挖地道 挖到中领馆去 还不如说呢 他挖地道挖到 美国住温哥华总领馆 总领事那个房间去 这个房子去 因为总领事也住在他家附近 可能还没有四百五十米 那确定好的地方 也许一挖过去 一百五十米 三百米就到了呢 那成本不又降低了吗 是吧 那个 那个叫孟晚舟啊 那个 从 家里挖一条 这个地道 到中领馆去 这完全 没有任何的这个 可以说服人的这个依据了 当然了 孟晚舟有没有办法离开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离开的 那么也就说呢 孟晚舟这个外逃的风险有没有 当然还是有的了 那不然的话要交那么多保质金嘛 是吧 那孟晚舟呢 有几种走法 我们温哥华有一个叫刘先生呢 他也一直关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有一些观点 我认为也是 我也是认可的 当然我做一点补充了 那一种呢 就是 直接做中国民航走 当然了 之前的这个配套的事情要做 这个戏要做足 比如说弄一个跟孟晚舟长得很像的人 然后呢 这个脚上那东西呢 要用华为的技术把它破解之后 要套在别人的脚上 那不然的话也跑不了的是吧 哎 这有没有可能 有 而且呢 如果不这样的话呢 还可以通过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因为孟晚舟他每天都可以在啊 多少方圆 几公里的范围之内随便走嘛 那离机场太近了 那边离机场不远了 绝对是在十公里左右吧 应该是啊 具体要量一下 是20公里左右没有 那这个汽车也就是分分钟啊 这个很快就会到达 然后 加拿大应该出境是不要 不要什么盖车的啊 现在啊 所以呢 这里面还是有空间在里面的 这不是说没有 完全有 那当然了 我们不是指导孟晚舟啊 逃亡了 只是就是我们顺着 破空的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个话题展开了 那么第二种呢 哎 就是 躲进中国的货轮 这也是一个方法 当然有人说这个前提是你脚上那东西啊 脚上那东西一测不就知道你在哪里吗 是吧 那脚上那东西是关键 你那个东西只要处在一种不太工作 不就是一个GPS吗 要他不工作 我想华为华为5G技术的我估计3G就行了 就可以叫那个啊 那那东西不工作了 那个东西嘛 就是装装样子的嘛 又不是法院装的 是那保安公司装的嘛 就怕你跑了嘛 大致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嘛 那是有很多就心理作用安慰一下 不装嘛 那那你到处跑啊 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其实不装也可以了 那就是货轮走 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第三种走法 那么这种呢 稍稍呢 麻烦一些啊 但是其实也不麻烦 出海啊 从海路走 游艇嘛 快艇嘛 走到公海附近的那个地方嘛 啊 然后再转成其他的运输工具嘛 然后到那个停泊在公海上的那个船上嘛 这不就走了吗 所以要跑方法多种多样 但是跑掉的成本很高 那么我们再回到破空老师说的 即便450米啊 这个地道挖成了 然后啪一下 中领馆啊进去了 那可是一件很大的外交事件啊 中国政府是没有办法向加拿大和美国交代的呀 再说了 你是说孟晚舟在你手里呢 还是说不在手里呢 这变成是一个外交事件了嘛 而且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共产党也不会啊 那么傻啦 把这个孟晚舟这个烫手山芋收在那里面 不会那么啊 愚蠢啊 当然共产党是本身就够愚蠢的啦 在那个尤其是在外交关系的时候啊 他都反着来的 越是你们不满意我越是这么干 是吧 越是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印象对我不好 我越是这么干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但是呢 在孟晚舟这件事情上面不至于 用地道这种方式把它接引进去 这完全不可能 那么我们说一点夸张的这个话 孟晚舟在街上走走走走 走到路口 突然间在她的边上停上了一辆 外交官员用的那种专车 然后一躲进去 啪啪两个弯一走 就走到了这个中国领事馆 这个也不是办不成呢 你只要愿意干呢 也成的呀 那还省着450米 哇那么长的地道干什么呢 所以破空啊 你那个叫我们举报这件事情呢 完成不了 我呢今天做一个视频 以后呢 我会继续关注你的节目 你是我们的榜样 但是在过片子这件事情上面呢 稍稍弱一下啊 破空啊 稍稍弱一下 当然了我们不能强求你啊 去接过文贵啊 但是过文贵是骂你的呀 骂你的骂回去啊 所以在你骂回去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你是欠那些砸锅细锅人一个交代的 我们希望呢 在不久的将来啊 那你那个也可以 逛文贵啊 给他踹一脚啊 我们也可以向你学习一下 怎么踹法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砸锅细锅 这个力度就更大了呀 是吧 好 今天呢 我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